附近这边的超商遭到窃贼行窃 嫌犯先和店员拉扯 之后园警赶来了 他还不制服 不束手就擒 居然还和园警缠斗 甚至使出了柔道计 是直到最后这嫌犯被压制在地上时 他自己才大喊说 我是女生 警方和店员这时候才发现 哇 这一位恶劣的窃贼 居然是个汉女 戴着帽子的窃贼 趁着超商店员离开捕获时 大胆进入柜台内 打开收音机 搜刮里头的财物 丝毫不顾虑店内还有其他的民众 店员从监视器里发现之后 赶紧出来阻止 却遭到窃贼奋力反扑 其实这名中信打扮的窃贼 是个女儿生 160公分的身高 却对店员使出柔道计 让身高170公分以上的店员 根本无力招架 直到园警赶到 强力将嫌犯压制在地 才听到嫌犯大喊 小力一点我是女生 不只是目击民众搞不清楚 就连到场的园警也吓了一跳 一直到嫌犯 双眼泛红苦苦哀求 才发现原来这么凶悍的嫌犯 真的是个女子